值得玩味的照片 毛主席和博古相视而笑 足可见伟人气度之辉红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4年 拍摄地点是陕北沿岸延安机场 照片左起 博古、毛泽东、哈利森·福尔曼 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 照片中 毛主席等人正在欢迎美军观察组 这张照片 最大的亮点是 毛主席和博古相视而笑 他们笑得亲密无见 没有丝毫的隔阂 这是非常值得让人玩味的 众所周知 从1931年10月开始到1935年2月结束 博古曾经当过临时中央的总负责 在这近四年的时间里 博古是亡民左倾错误路线 在国内的第一执行者和推行者 也是在这一时期 毛主席被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 毛主席被剥夺军权 在苏维埃政府中也被架空 博古作为党内总负责 不可能没有一点责任 除去亡民 博古的责任最大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湘江惨败 中央红军有8.3万余人 锐减为3万余人 博古也具有不可推卸的第一责任 1935年1月 遵义会议召开 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 然而 毛主席并没有对博古 进行任何的打压 排挤 反而委之以重任 博古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 痛定思痛 决心跟着党 跟着毛主席走 从此之后 博古再也没有动摇过自己的立场 1937年底 王明回到国内 找人谈话 拉帮结派 蛊惑人心 争权夺利 有许多人被王明蒙蔽了 然而 博古始终站在毛主席这一边 看到以上这些历史 你就知道 毛主席和博古相识一笑 有多么值得玩味了 毛主席团结博古的故事 足可见毛主席的胸襟之广阔 气度之辉红 毛主席那个时代 英雄辈出 萧雄迭起 论胸襟和气度 又有谁能比得过毛主席呢 订阅我 一起聊聊 欢迎订阅我